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样的话 你便是解下了天大的阴谷 叶凡心中也有些犹豫 他完全是因看到这分裂的台积而做出的决断 可是这里是星空的彼岸 并不是古中国 他的逻辑不一定适用 积子玉皱起了娇巧的鼻子 小弟弟 你到底有没有把握 咚的一声 叶凡在他如狱的额头上敲了一下 叫哥 别没大没笑 积子玉眼泪汪汪的 将一对轻盈的小虎牙磨得是咯吱咯吱直响 谁敢叫我 将来别怪我不客气 最终叶凡选择了死门大步前进 哄的一声 突然如海啸般的声音传来 阴于门户中 乌光如鸢直冲而来 阳于门户中 白光朔朔穿透而至 黑与白的对立 生与死的光滑交向灰影 阴阳二气流转 铺天改地 发出隆隆声 像是汪洋在怒卷 又如惊雷 响彻九天十地 太极出城 生死对立 阴阳二气迷蒙 这种碰撞无比可怕 可以延生万物 亦可让天地枯击 突然 绿铜款遗产再次冲出 定在阴阳门前 虽朴实无华 但却未如众山 一下子让阴阳二气消失了 鸡紫月的小嘴张得很大 她非常吃惊 一双灵动的大眼闪烁出奇异的光芒 叶凡并没有回应 当风平浪静后 绿铜款重回她体内 她继续大步向前走去 阴于门户 血淋淋的异景如森罗地狱迎面扑来 在这一刻 她与紫衣少女同时看到了尸山血海 无尽骸骨数十上百万 他们像大风大浪中的一叶偏舟 随时可能会被打翻 叶凡坚定不移 用力推开了黑色阴雨所代表的死门 后面没有森染杀机 未有血雨腥风 有的只是一条空气的道路 不知延伸向何方 哒哒哒的 空旷的脚步声在回荡 像是一条数万年没有人走过的古路 尽到了极点 这条古路通向哪里 难道在尽头有成仙的秘密 姬紫月的大眼完成了月牙桩 足足过去了半个时辰 叶凡终于来到了尽头 就在前方混沌迷蒙 阴阳二气流转 这是一间空旷大殿 依然为青铜所住 在地上有几具灿灿生辉的白骨 一个巨大的仙子 刻在前方铜壁上 有着难以说清的韵味 竟是以鲜血输血而成 烙印进青铜内 血迹如心 根本没有干涸 灿灿血光四射而出 非常的要挟 鲜 应该圣洁无比 怎么会以血来亵渎呢 而且这种血明显非同寻常 也不知道过去多少万年了 所有强者的血肉 都已灰飞烟灭 只有少数盖带枪者留下了白骨 而此地 仙子上的血 却依然鲜红玉滴 灿灿生辉 死还在流淌 实在让人无法想象 该不会是仙的血吧 真的是仙血吗 叶凡与姬子月都不自禁地生起这样的念头 鲜红玉滴的血水 灿灿生辉 烙印在正前方的铜壁上 形成一个巨大的仙子 高能有九米左右 滑光四射 熏烂夺目 若璀璨的赤霞凝聚而成 成仙的秘密 尽在此处吗 灿灿血字 带给叶凡以异样的感觉 他静心凝神 细细品味 希望能够发现什么 大殿内 混沌涌动 阴阳二气流转 那光辉灿烂的仙子 有着一股难以说清的韵味 无知无觉见 这两人都有些神情恍惚 仿佛 学摸到了一股难鸣的意境 前方渐渐迷蒙起来 如梦似幻 给人以不真实的感觉 天地枯极 而后又繁盛 再烟化 再生灭 达到情绪 空灵 而又变化莫测 永不寂灭 种种莫名异象呈现 让人既沉醉又茫然 陷入到了昏沉的状态 两人伸手 似想向前抓去 抓住那一缕莫名的诡计 有名 万物之母 天地有行为 阴阳有刚柔 想和滋养万物 缔造生灵 无名 天地之事 无形无状 处于虚无 绵绵不绝 犹如一缕游丝 不见形迹 永不衰枯 天地本使 道之根本 恍惚间 似有一种声音 在大殿回荡 诱惑人进来 欲探索天地之根 开启众庙之门 这是一种莫大的诱惑 仿佛呈现的希望就在眼前 大道轮音 不断回响 如黄中大旅 让人彻悟 姬紫月 神力虽被封 但是此刻身体却恢复了自由 面呈祥和之色 如痴如嘴 正在一步一步地向前走去 而叶凡同样如此 天地间似有一盏明灯 高悬在上 绽放无尽神域 指引他前行 那天音庙地 无尽法门 浮现眼前 一条神光大道 铺现在他的脚下 无法抵挡的诱惑 不自觉地迈动脚步 两个人千诚无比 如受召唤 似被引导 缓缓前行 此刻 在他们的眼中 地勇圣权 天降金脸 鸾缝飞舞 锐彩千道 神红万条 五色分成七彩照耀 各种香花不断地流转 突然 叶凡的金色苦海 浪涛冲天 雷点交织 他的肉鞘 宛如黄金胶筑 一片赤裂 在这一刻 所有祥瑞 全都模糊了 四周一片迷茫 他感觉如临深渊 似坠地狱 通体冰寒 冷汗长流 看不清周围的景物 无尽迷雾 将他包围 森燃杀机 铺天盖地 完全将他笼罩 他机灵灵地打了个冷颤 隐约间觉得 自己与死亡 仅有一步之遥 所谓 打倒轮椅 是如此的虚幻 是那样的飘渺 不再真实 与此同时 姬子月的胶体 也绽放出霞光 洁白如玉的体表 有点点光泽闪耀 他如遭雷击 止住了步伐 显得茫然无比 动的一声 叶帆的海底圈眼中 绿铜块轻轻震动了一下 他顿时感觉 神志清明 彻底复苏了过来 迷雾渐渐散去 他发现 已经来到了那面铜壁前 距离那个 以鲜血烙印的仙子 不过树部之遥 即将触碰到 而姬子月更慎 玉手已经身处 不过咫尺之遥 就要摸到那血淋淋的仙子 他一把 将紫衣少女拉了回来 而后快速后退 当离开那里足够远后 两人所看到的景物 终于彻底清明 不再昏沉与迷蒙 再向前望去 九米高的巨大仙子 竟如森罗地狱一般可怕 鲜血淋漓 让人感觉到了 无尽的杀机 种种妙卧像 无尽打到罗音 全都消失不见了 没有了悬而又悬的盗狱 有的只是恐怖与可怕 这是 两人遍体声寒 冷汗长流 刚才如果再前进几步 恐怕血剑五步 不存于事了 我明明听到了大盗天音 怎么转眼间全都消失了 姬子月非常的不解 爽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